各位网友吉祥 今日为大家讲下故事 这个故事是哪个呢? 就是我们香港的 游泳奥运银牌何思培 这两天 何思培相信无人不识,无人不晓 说起何思培,原来背后的故事 是非常励志的,所以在这里 和大家讲下何思培的故事 他这次不单止帮我们香港 拿了第一面的奥运银牌 原来他 亦是接连四度打破了这个亚洲的纪录 所以 这个 这么耀眼的奥运巨星 我们真的要 去留意一下 看看 怎样去成就 今天的这个 奥运巨星 原来 何思培说他四岁的时候 小的时候 跟他大他两岁的姐姐 何书雅一起学游泳 他以前受过访问的时候,他就说他其实不是那么喜欢游泳 当他爸爸 带他游泳的时候 他一定很大声地尖叫在这里哭 但是他爸爸妈妈就认为 这个游泳是一个求生的一个技能来的 所以 未来有什么事 一定会用得最好 所以 就叫女儿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而当时那些教练 那些教游泳的老师 当然要赚小朋友 就摸头裂颈 说 女儿其实你也很聪明 很有天分 还有 叫他父母 一定要抓他来学游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历过 教练一定会哄着父母 不要不让女儿学 一定要带她来 那么 女儿 当然 继续硬想要来学游泳 游泳游泳 女儿就发现原来自己其实都挺喜欢游泳的 当时其实他一直游泳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都只不过当这个游泳 好像我们的课外活动 你知道现在香港的小朋友其实都很多课外活动 游泳,又打乒乓球,又打乱无球 只不过是一个兴趣来的 直到 他生命当中一个 男神的出现 就改变了他一生 这个男神是谁呢 这个男神就是 奥运的金牌选手 美国的菲比斯 他的出现 就改变了他一生 他怎样呢 要话说 他在他10岁 2008年的时候 他爸爸 就带他去北京看奥运 他就在这个观众席 见到这个 菲比斯 见到他 他人都会发光 甚至 当时菲比斯是怎样呢 就在这个北京奥运的时候 史无前例地 连续拿了 8个金牌 所以当时 阿女他就说 我一定要学这个人 我大过了,我一定要参加奥运 所以 就因为他见到他生命当中的这个男神 他就将 要参加奥运这一件事 就定立了成为他的目标 甚至是志向 所以 真是厉害 有时人生里面真的要遇到一些贵人 可能这些贵人你跟他 未必是认识的 甚至可能这个贵人 跟你距离很远 但是因为这个人 他的行为 令到你成为你的学习榜样 要向他而学习 好了 而他当然 之后就不断努力 因为他人生目标就是要参加奥运 而 阿女真的都非常 努力 甚至是有成果 他在这个 比赛里面不断获奖 从小到大 直接 在他13岁那一年 他就打破了 首个成人的香港记录 400米的混合泳 这个真是真是厉害 动下就破香港记录 真是不得了 在一年之后 他在 伦敦奥运 继续追星 因为10岁 北京奥运 14岁就去伦敦 奥运 继续追星 就看他的男神 菲比斯 更加 令他这个心里面的种子 更加绝壮成长 我一定就要参加奥运了 那你想想 我们香港的 这个土生土长的何思培 在这个 功课压力等等 又有 那么多的 功课 家长的期望底下 他都可以这么努力 还能够兼顾到 真是厉害了 还要 他是读圣保祿的中学 一点都不简单 好了 再说他的故事 游泳不是说你想 或者你说要去奥运 就能够去到奥运 你一定要有些实力 而这些实力是 靠你平日的累積 所以这个 阿呂真是厉害的 厉害是厉害在哪里呢 就是他那股 自律 成熟和决心 那 因为小朋友很多时候 那些 志愿 很多东西都会被现实 激倒的 但是呢 他真是厉害就是 每一天 不需要父母叫 自动自觉 就会起身 就走去游祖水 就去训练 这些就是他的意志力 惊人的意志力 和那种自律性 你说 游泳呢 是不是 学校的成绩都跟不上呢 不是 他的学校的成绩 DSE 还要考的是 拿到35分 他的中文科 还要考到4级 口试部分 还有5级 所以 在 DSE 真的跟其他香港的 中学生一样 所以 他不单止 在 这个奥运 这个体育项目 里面没有荒废 连他自己的自身学业 他都没有荒废 到了 2015年 5月考完试之后 三个月后 还游出了香港史上 首个奥运的A 标 真是 这个真是非常之厉害 那么 在这个 奥运A标 这个是怎样厉害呢 就是说 他当时是只有18岁 大家想想 当时是只有18岁 接着他第一次 真正 去参加 这个奥运 这个奥运就是 这个 李约的奥运 就去这个李约热内劳 参加 这个奥运 所以在这个奥运里面 大家也不会说 虽然是第一次 但是又是破了香港的纪录 怎样呢 就在这个200米的自由泳里面晋级 成为了香港史上首位 自身奥运准决赛的香港荣 成长 所以你说 是不是厉害呢 一上场 就已经 又破纪录了 后来呢 他去了哪里呢 就去了 美国 这个 这个默奥运根大学 就读书 人家就称这个默奥运大学 叫做 游泳少林寺 在这个游泳少林寺 就像周星驰食神 中华厨艺学院 究竟在哪里 原来就是这个少林寺的厨房 他就去这个游泳少林寺 那里 读书 不单止读书 更加就是苦练 他的游泳 外界传言就说 这个当时 2020年 因为这个疫情 是不是 这个地方 这个默奥运大 很冷的 冬天平均气温是低的 零下17.8度 还会下大雪 当时 因为美国的疫情 就非常之严重 游泳池又关了 据文 传文 阿呂 他是在接近零度的低温户里面 分裂 上水之后 还要赶着 上堂 他说连头发都结冰 他说即使 是一个这么困难的环境 都阻不得他练水 他的决心和毅力 缺一不可 这个 我也是看报纸的 而 这个 这个默奥运大 上一次 有女的 选手 可以取得 这个奖牌 已经是1964年了 所以他这次 隔了57年 他和他的师妹 另外一个外国人 一口气 为这个 密大的女子 赢了 三面的个人 游泳掌牌 所以 这个真是 非常有面子 因为这个 游泳少林子 全部都是 黄丁 不黄女 全部是黄男不黄女 原来这个 菲比斯 都是 密大的 你说 为什么他要选 这间学校 一定有原因 所以我们很简短地说了 何思培 他这个故事 成功非僥倖 由小到大 首先他有目标 他有目标 有理想 接着就为这个目标 为这个理想 不断付出 每一天的早上起身 战胜瑞摩 这个自律 真是这些 奥运的 运动员 的一个 很厉害的 一个 叫做什么 精神也好 意志力也好 或者一个特质也好 就是那种自律性 一种非常强的自律性 如果你没有这个非常强的自律性 真是很难做到这个运动员 讲完 这个 何思培的奥运金牌 故事 麻烦大家 点赞 分享 留言 记得 订阅 点 铃铃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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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